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要带领大家认识一下我省的钢琴名师唐明顺 唐明顺今年64岁了 现任中国高校钢琴委员会副主任 吉林省钢琴学会会长 他曾先后赴美国 俄罗斯和北京 上海 广州 沈阳等多地 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和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现在唐明顺逃离满天下 有钢琴陪伴的日子永远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有钢琴 refill言 有钢琴蓮池支了 有钢琴 flaps 為 unconscious阿土 Hast supportive 赛 be una 无赫 给 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是滕宁顺 受父亲影响 其从小便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展现出过人的天赋 上小学学校宣传队 学校董学校和他这张 要整个负责这个小宣传队 学校宣传队 在宣传队里催拉弹唱 我都自误的 就是你缺少整啥 当然现在回向界了 不是很精 这个在我这个五年级的时候 学校的唯一宣传队老师 就找到说 他明顺 那个你快赶快收拾了这个 收拾时候的书包 说干什么去 说这个吉林鲁役招生 吉林鲁役招生 当时叫鲁徐艺术学校 说咱们学校也要去考下 他来通知了 面试的时候呢 就是我就是 大家其中一个老师看手 他就挑苗子 当时十二三岁的时候 挑苗子挑手 一个老先生就过来看我 考古 然后呢 测试的唱 跳 看手 乐感 节奏 等等等等 然后 就完事了 还有模仿啊 等等等等 那个这个 那个 朗诵啊 还有这个 对那个 问答呀 因为问答 这都 过程都有 这个人 就是后来我的恩师 我的启蒙老师 咱们那个 吉林艺术学院的 钢琴泰斗 刘尚昆先生 那么是他 就是在我一点 不会钢琴前提下 那就算我的初始完成 就这样 唐明顺 在吉林艺术学院 开始了四年的 专业学习 这期间 他每天 与钢琴为伴 孜孜不倦 勤奋刻苦 在学校竟吃一些窝窝头 和那些 那个那个 那个粗粮那些 那个那个 饭和粥 都吃不饱 但是有一个劲儿 这个学习当中 就绝对要 我要争第一 我要比别人强 别人不能超过 主要的是这个概念 那么从开始 恋情开始 我家在长城市 家在本市 在本市呢 最长的时间 我俩月没回家 两个月没回家 就周六周日放假 舍不得世界 那么每天 怎么练琴 都是最早一个来 来到什么程度 就是晚上提前 在学校 把窗户 这个 虚掩着 然后最晚 最晚最迟的时候 打经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大一年的时候走了 第二天早晨 在天 昧亮的时候 三点到四点钟 就从学校那 我们当时住二楼啊 从二楼 顺着这个 水流的 当时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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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有水流的 顺着水流顺窗 爬下来 再跑到学校 从窗户 体现一流 晚上流的窗户 再跳进去 一天 最长的时间 最长的时间 记录 我一天谈了十五个小时 一天谈钢琴 谈了十五个小时 毕业后 唐宁顺 进入吉林省歌舞剧院 成为了一名 钢琴演奏员 当时这个携奏曲 是这个四十分钟 携奏曲 形式就是 一个人在弹 大一队 整个厦门在携奏 四十分钟下来 我出多少汗 就是下来以后 穿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小白的半截衬衫 拧汗花花流 就这种情况 在吉林省歌舞剧院 工作了七年之后 唐明顺对自己的人生 有了新的要求和规划 他决定要继续求学深造 唐明顺先后在 沈阳音乐学院 和中央音乐学院 进修学习 归来后 他改变了人生方向 从舞台走上了讲台 我从北京回的时候 就接着到吉林音乐上班了 那么我在学校 当时也比较年轻 七十岁 当到学校的时候 三十岁多一点 三十岁 当时那学生呢 就是非常非常不运功 尤其那个中端小孩 小学生 他不上课 到他课点 他不来上课 然后我就满楼去找 我的眼神 眼睛从小有点近似 也没带近的 就瞄着找啊 满楼找这个学生 来上课呀 抓他去 小孩眼睛好使 李老远在那个小墙角上 发现老师蹭蹭去跑 开始我不知道怎么 后来知道啊 跑呢就是我的学生 叫你 在教学过程中 唐明顺依然没有停下 学习的脚步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能去听一场音乐会 对唐明顺来说 是件奢侈的事情 为了开一场 这个钢琴架的音乐会 演奏会 经常他在北京或上海 坐一许火车 到北京听一场音乐会 回来 非常艰辛呢 因为呢你坐火车 当时还经济困难 舍不得买卧铺 当时记得是 长春到北京 160那是 18月应该是 卧铺可能就翻倍了 那就觉得很贵了 工资是三十几元 是吧 然后呢那会就坐着火车 一须火车 到北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 然后回来 省一点钱干什么 平时也省点钱 有的时候也搞点教学 给他演出 省了钱干什么 全部买些资料 你看我那个 到书里 你看我那个 赶紧小图书馆呢 无论是书谱资料 文字资料 音响资料 图像资料 等等等 我都手机 那就是最典型的意思就是 到北京去以后 花了一千零八十是九十 买了一套 贝多芬 钢琴演奏家 这个CD 一千多块钱 当时可以算 那个小巨款了 那还本下巨款了 就当时可见 对这个音乐 对我的事业这种追求 要非常讲究他的完美性 唐明顺对艺术的这种执着和追求 让他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多业绩 唐明顺先后录制了 钢琴协奏曲 独奏曲和各类伴奏 禁白首 主编和发行了 吉林省首部 钢琴考级教程三册 并被载入 唱响中国 名人录等 通过几十年呢 就在教书育人的同时 我自己在不停地享受 不停地 就是用音乐地催化自己 现在对于音乐 音乐已经是我的 这个钢琴音乐 已经是我人生的 最主要的部分 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 但是唐明顺 依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 对于未来 他还有着像音符一样 美妙的梦想 教师的好像像蜡烛一样 大家都比较 这个认理这个事情 就是人手自己 照亮别人 那么我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 把我所学的知识 把我对钢琴 这个事业 这个方面的这种 延续 或者是推广 这是我最大的训练 而且我愿意用毕生的经历 把这个事情永远做下去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老年人的养生保健话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天气啊逐渐在转凉 天气一凉啊 大家是不是都感觉冷啊 基本上就不出汗了 为啥不出汗了呢 血管收缩了 这血管这一收缩 表面的血管收缩了 这里边的血管也收缩了 尤其那动脉一收缩 这血压怎么了 就上去了 所以说咱们这个有高血压的这个朋友啊 在这个秋冬交界这个季节 是最容易犯高血压的 因为什么呢 夏天的时候 咱们好多人把那药都停了 那血压很平稳 为啥夏天平稳 夏天血管扩张啊 血管扩张以后呢 那血压正常啊 你现在来说 一冷血管收缩 血压就上去了 那么据统计啊 咱们发现 原来咱们认为 中国人啊 死亡率最高的是心血管疾病 第二个呢 就是脑血管疾病 第三个呢 就是这些个肿瘤 或者肺病 现在统计学发现了 第一个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是脑 脑血管疾病 然后是心血管疾病 然后是肺病和肿瘤 因此来说 心脑血管疾病 大家一定要注意预防 预防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把血压看住了 心脑血管疾病啊 就能预防绝大多数 你就不会得这个病 或者说 你不会出现危险 那么这个血压升高啊 高血压啊 导致中国人 一个是残 一个是死 这是引起老年人 或者是中国人死亡的 最主要的疾病 这个高血压病啊 实际来说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血压升高 是偶尔的 精神紧张所引起来的 这种呢 它不是病 叫血压升高 还一种是什么呢 血压持续升高 那么不处理就降下来的 这叫什么呢 这叫高血压病 那么咱们刚开始出现 高血压的时候 中老年人啊 刚开始出现高血压的时候 往往是前者 什么呢 就是偶尔暂时的 精神神经紧张 性能性增强 所引起的高血压 这个是不需要用药的 就是你找找根呗 你为啥天天紧张 你天天闹心 天天睡不着就 天天跟人家生气 是不是 然后呢 吃香的 喝辣的 不注意运动 那血压能不高吗 所以有一部分人呢 这部分人的高血压 就用这个招 找着原因就可以治疗 并不是什么呢 配得用药 这时候用药反而不美 但是 你又不注意生活方式 总是这么熬夜 总是喝大酒 然后怎么啦 那血压就总高 你也没注意控制 一来二去怎么啦 那血压下不来了 你就不生气了 不喝大酒了 那血压也下不来了 那高血压就养成了 这个时候是需要怎么啦 是需要用药物来治疗的 那么用药物治疗来说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药物啊 咱们现在主张什么呢 用长效制剂 一天吃一片的 是不是 然后那价格还比较合理的 你吃完之后呢 反应性 就是说 那个耐受性 还好的 这个药也是可以的 具体什么药 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因为什么呢 我还是劝你们上哪去呢 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那个地方有个慢病管理 就是还说那慢病科 那慢病科 那个慢病的大夫啊 我们都培训了 而且我们培训的都很好 他们都学过了 这门课程 这门课程是什么 全科医学 现在我们的医生也学这门课程 所以说全科医学这个里头 它写的是什么 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而且什么呢 这个大夫就在你身边 你随时随地可以找他 特别方便 而且他对你什么呢 也特别了解 你好比说你上我那来 是啊 花了很多钱挂个号 我只是什么呢 我这五分钟十分钟呢 我跟你唠嗑啊 我跟你交谈 我再指着你的情况 往我给你开了一样 回吃就 你吃好不好使啊 那血压有没有不动啊 怎么回事啊 那我哪知道啊 你也不来啊 你下次再挂号 你还挂不上我呢 你又换另外一个大夫 那个大夫怎么了 他又给你整一杯事 然后又给你开一堆药 最终怎么了 最终你那血压治得秃鲁反账 谁治得好呢 就这个全科医生治得好 所以说你要得高压这方面的疾病啊 最好的大夫 就是你身边社区的那个慢病管理的那个 那个大夫 是最好的 因此 在这个秋冬季天冷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血压有波动 有风吹草动的话 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预防 没有钱怎么办 不少孩子就想到了网贷 却不知自己已经踏入了危险的陷阱 什么是校园贷 就是面向校园里非法的贷款项目 大部分是网络贷款 往往自我包装成一张身份证 加一张银行卡 快速到账 如果你上当借了贷款 买买买的时候很潇洒 但很快就会收到一天很多次的催款电话 这时他们会推荐给你其他借贷平台 让你继续借款 拆东墙 补西墙 贷款利棍利越借越多 这时他们不分昼夜的给你的父母朋友打电话 很多父母只能四处筹钱 帮孩子填上这个无地洞 树立科学消费观 不虚荣 不攀比 不炫耀 不要轻信各类借贷平台广告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 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反应给家长校方 下面是玩转智能手机开启老年幸福生活的小板块时间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带领老朋友们解锁智能手机的使用小窍门 首先打开手机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再跳出的下拉框 点击扫一扫 拿起手机 对准对方的微信二维码 扫一扫 在跳出的界面 输入支付金额 点击付款键 在跳出的界面中 输入自己设置好的六位数支付密码 输入支付密码后支付成功 可以在微信支付中查看自己的付款记录 2.收款 打开微信界面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收付款 在收付款界面 点击二维码收款按钮 进入到二维码收款界面 这里可以设置金额 保存收款码 也可以点击右上角按钮 设置开启收款到账 语音提醒 这边还要提示您 扫码支付时 一定要确认对方是否是你的支付对象 不要付款给其他人了 我们在微信上抢的红包 以及别人转账给我们的钱 都会自动的进入到我们的微信钱包里 而不是进入到银行卡里 那如何从钱包里把钱转到银行卡 或者从银行卡把钱转到钱包里呢 这些操作都是可以实现的 点击右上角 点击右上角 钱包 点击零钱 在这个界面 我们可以查看自己一共有多少零钱 也可以完成充值与提现 充值就是当我们的零钱不够用的时候 就可以从银行卡中把钱转到我们的钱包里 选择充值 输入需要充值的金额 点击右下角充值 输入交易密码即可完成充值 同样的 如果我们钱包里的零钱金额比较大 我想转移部分到我们的银行卡上 那么可以选择提现 选择您需要到账的银行卡 然后输入提现的金额 点击右下角提现 输入交易密码即可完成提现 微信支付宝的钱更是多用于日常的消费 如果你有比较大的金额 还是建议转到银行卡上 很多老朋友可能会有疑问 我发了那么多的红包也抢了那么多的红包 我到底发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 是不是一定要到银行柜台才可以查询呢 其实大可不必 这些功能通过手机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现在就为大家演示一下该如何操作 点击右下角我的 点击支付 点击右上角钱包 点击右上角账单即可查看自己的支付记录 谈出的页面就是最近的所有支付记录 包括红包、消费、转账等等 点击全部交易类型 这边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查找消费记录 比如红包、消费、转账等等 按照分类查看支付记录 是不是很方便呢 嗯 00 type 的 最小 Paper 以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